三国中刘备拉队伍 还有起色 而有了诸葛亮这些谋士之后 刘备的团队马上不同了 赤壁已经穷途末路 差点要跑到焦州吃香蕉了 还起死回生 而且占一周 德汉中崩王称帝 走出了一条人生逆袭的路线 称帝之时 看看刘备的身边还有谁呢 数起来身边的老人不足一手之数 黄金起义时 刘备是搞了数百人马 他年少的时候也因为具英雄气 少年征服之 可以说围绕在他身边的游侠人物 是很多的 可以断言像张飞 关羽这样级别的人物 同样也是有的 只是他们后面 很可能死在了战场上 还没到阳明的时候 就已经消失了 如果张飞死在了 争黄金的路上 谁还会记得这个 桃园画师蛇毛高手 取而代之的 可能是马飞胡飞了 还有一些是离开了刘备 如果不离开刘备 很可能就是另一对关羽张飞 今天要说的这两位 就是千昭和田玉 曹操有四大边将 一位是满宠坐镇淮南 淮南无忧 一位是郭怀 垂问秦庸 威震龙西千昭 虎聚北江 鲜卑黎萨 田玉 杨明塞外 汉莫黎广 满宠跟郭怀赞不提 只说这千昭跟田玉 他们两个其实是刘备的老班底 首先我们说千昭 简历上显示 他一直是袁绍的人 袁绍倒台后 跟着袁绍的儿子 袁家彻底不行了 他才跳到草操的阵营 跟刘备好像没有什么交集 君与刘备少长和朔 英雄同气 为文景之交 有横波绝流 辅一横飞之志 而而伪之于太祖 悲碎鼎足于蜀汉 所交非常 为时所记 每字着损于记 梦之间 这里面显示 千昭竟然跟刘备少年的时候就认识 而且是英雄同气 意气相投 达到了文景之交 千昭确实是一位少年英雄 他少年时在县人乐隐下面读书 乐隐后面被车骑将军阿苗 就是何进他地匹为常使 他就跟着老师到了洛阳 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刘备 且说何进杀太监失败 何苗也倒霉了 何苗一死 何苗的常使乐隐也死了 而且董卓进来后 宣布何苗是反动派 下令不得收乐隐的尸体 这时候千昭站了出来 就跟另一个学生使鹿 带着老师的尸体回老家 走到半路碰到劫匪 劫匪当了是跑跑 只有千昭垂类恳求 劫匪感叹他有意 这才放过他 此后千昭就投奔了袁绍 后面刘备也投靠袁绍 两人可能是这个时候认识的 也可能是再次重逢 而后面的句子就惊人了 刘备称帝之后 他因为跟刘备的关系不同寻常 所以试图受了影响 混得不上不下的 接着说田玉 他是渔阳人 跟刘备同俊 他跟随的是公孙赞 这个正常 如果说刘备是黑社会的话 公孙赞就是保护伞 公孙赞的势力更大 而刘备也投奔过公孙赞 在公孙赞下 两人相识了 而且是田玉 主动向刘备靠拢 自托于备 备慎其知 到了后面 刘备受恐荣求救 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离开公孙赞 后面又当了豫州刺史 终于有了山头 这时候 本该跟着刘备创业的田玉 突然跟刘备告辞 说自己加油老母 这个情况跟赵云 赵云因为是公孙赞的部下 他要转会刘备 就必须先跟公孙赞辞职 成为自由人 还要过了同业竞争的数年期限 才好意思再投奔刘备 而田玉是直接跟刘备说再见了 这个理由也很牵强 毕竟乱世时 大家都是建功立业 老母在家 有什么关系呢 其原因还是田玉 不看好刘备的未来 毕竟刘备没有根基 相比刘备 公孙赞更是一个好的选择 而后面 田玉又投靠了曹操 他很看好曹操 曾经劝一个叫仙于府的投奔曹操 说终能定天下者 毕曹是也 这样田玉也脱离了刘备的创业团队 后面来看 说不上吃亏或者占便宜 可能跟着曹操比较稳 但稳的代价是付出成长心 田玉跟千招都是业务能力很强的人 不然也不可能成为四大边将 威震在外 而跟着刘备 风险系数大 但回报却会更大 绝不是什么刺史太守级别的 至少是跟赵云一样的将军 陈寿这才惋惜 欲为执小舟 招忠于郡守 未尽其用 这就是选择 决定一切 当他们终老小舟郡守时 听到关羽跟张飞 独挡一面 呼风唤雨 风降烈喉时 会不会后悔 自己当初的选择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